三藩市安全注射中心关闭 拥护者强烈不满 三藩市在位于田德龙区 唯一的安全注射中心关闭之后 有些这项计划的拥护者 以及部分的维权人士 自责市长布里德 和院卫生局并没有提供设施 觉得做到出卖 根据CBS电视台的报道 这个位于田德龙区的安全注射中心 使用了只有11个月 根据该中心称 防止了超过300名毒瘾人士 因注射过量毒品而死亡 注射中心的原意 是令有毒瘾的人士 在受控制的地点用药 同时防止他们滥用药物 现在这些安全中心关闭了 一些愤怒的市参市 例如潘正义和盧海利 以及社区的维权人士 对此感到强烈的不满 他们声称这个中心 默默地在维护社区的健康 但是忽然之间遭到通知要取消 而他们表示也收到消息 市长会阻止另外两个安全注射中心的启用 市长和市府律师办事处都发表声明 指出所面对的障碍来自于法律 他们要等到司法部发出指引条例 确保城市合法设立药物使用中心 才可以继续这个项目的运行 盘正义认为 愿卫生局最初在赤六田德龙中心 去防止服药致死事 已经知道是非法 而联邦政府没有因此控告任何人 他认为在生死的关头 没有一些风险是必要的 天下卫视记者编辑报导